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像是米开朗基罗这些用艺术来发现真理 不过到了古典或者浪漫主义时代的时候 那疯子就成为不是生产的人 看看例如说像雪莱或者像拜伦这样子的诗人 他们认为这些人虽然创作 但对社会其实没有真正的帮助 来到了现代疯子成了精神病患 这也是我们现在一般的认为 而副歌的观点说 有一些的历史的演技是非常的奇怪 没有逻辑 就像地层一样 一个断层堆叠了另外一个断层 只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发生 历史就断层了两节 前后就失去了连续性 如果这个副歌的观点 把它套用在台湾400年的发展历史之中 其实一点也不违和 从原住民的开发汉人伊肯 荷兰东印度公司到郑城宫清零然后日治 甚至于到了国民政府 其实每一次主权的更迭一转 对于文化都是一种告别 也是一种决裂 有时候也是一种伤害 而是要观察这样子的文化断层的这种跳跃 就要走进百姓的生活 去了解街坊人物的今生前世 最好的切入点我认为就是彰化的路港 在彰化他们有很多的俗验跟姓名有关系 例如说 用台语说好像听起来不太吉利 但实际是说在社头这个地方 很多人都姓肖 而路港一半的人都姓诗 像是宏基电脑的创办人施政荣 施政荣的祖先从清代迁居到台湾 那么在路港来经营乡铺 那么在施政荣先生三岁的时候 父亲就离世了 由妈妈一手将他拉拔长大 从小看着大人做生意 可能是家族遇传或者是家学渊源 那施政荣从小就展现了极高的树里天本 国小考试常常拿满分 那年纪稍大之后 也开始帮着妈妈来卖鸭蛋 这个历程让他学到 什么叫做薄利多销 也让他往后的经营理念 应用在创办宏基电脑上面 美国时代杂志说他是亚洲英雄 台湾媒体称他是IT教父 总统府还颁给他二等警星寻章 施政荣是全球电脑市占率前五的 宏基集团创办人 改变全球电脑产业的传奇人物 施政荣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而他的家乡就在中部的一个淳朴小镇 鹿港 一辅二路三蒙甲 鹿港作为清代台湾第二大城 自1784年开港后 吸引许多人来伊肯 其中移民鹿港最多的是10型人家 有说的这个叫做 就是这个成功几率 这个初估就是只有30% 鹿港最有名的这个信师的近代来说 应该就是宏基集团的老板施政荣 1944年冬天 香铺店喜气洋洋 二儿子施起身和妻子施成秀莲 迎来他们的儿子施政荣 然而施政荣出生之后 父亲施起身却病倒了 三岁那年 农历正月初四 施政荣没了爸爸 母亲施成秀莲 以理将他养大 为了养家 他拿着附加给的一万元 和四分之一的店面做起生意 早起织毛衣到市场卖鸭蛋 奖券 下午卖文具 晚上还要严结卖香 除了卖鸭蛋以外 也卖爱国奖券 一张五块钱 我们批发的时候是四块半 尽管是单亲 但施成秀莲从来没让孩子二招 他认真工作 让施政荣只要认真念书就好 施政荣也很争气 从小功课名列前茅 课业之余还会帮忙看店 当其小老板 施政荣从小内向害羞 连念课文都还会结巴呢 但这一段当老板的经验 让他悟出了一个经商道理 那就是薄力多小 这也成为影响他日后创办红机电脑 创业经营的重要心法 文技毛利是比较高 但是周转比较慢 库存就很晃在那边 那鸭蛋利润很低 但是两天就一轮 不然就会坏掉 周转很快 所以就薄力多小 这个庭宴也算是 还蛮少有的宽控 小时候也常常会跑来这边玩 小时候的施政荣挑逼导弹 也曾和同学打架 更曾一度沉迷在赌博里 不但放学 经常和一群同党在街角赌 就连下课时间在教室也堵 有次同党来家里找他 就被施承秀莲赶走了 谁知道那群孩子竟然跑去偷图书馆的书被抓到警局 这给施政荣可大震撼 为了不让母亲伤心 他决心 不赚容易钱 也不冒险 这也养成他的习惯 尽管当个大老板 他不抽烟 不喝酒 也不上风月场所 从小帮母亲做生意 是任容的数学特别好 协是考上了成大数学系 但他一心想念工科 于是隔年他重考上了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 这也改变了他的人生意 施政荣以第一名毕业 正当大家都在出国留学的年代 还却舍不得母亲独自留在台湾 没人照顾 于是选择留在台湾联研究所 并且一毕业就在台湾半导体之父 邱载星创办的半导体公司还与工作 只因为施政荣急着和女友叶子华成家 我都不会作文 不会写情书 但是每天利用信 没有就是日记 就是生活报告 他看了就无聊 没有罗曼匹克 叶子华是夫人大学学生 家里开工厂也做建筑业 是生活富裕的千金 施政荣在室友介绍下 对叶子华展开猛烈追求 但偏偏木讷的他连情书都不会写 施政荣就用自己的强项 永不止息的毅力 苦追五年 让他报得美人归 我就是不会讲 罪也没有罗曼匹克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怎么样去做 所以我们应该是看结果 就我们做了这么辛苦 上次在电视采访的时候 我说他全世界人都不会被骂 就只有我一个被他骂 我想夫妻之间来讲的话 终究是要彼此时间留一点空间 那做他想做的事情 千金小姐下架穷小子 这一携手就是一辈子 叶子华不仅替他生儿育女 宏基能有今天 这一双温柔手 更是施政荣创业最强而有力的推手 1979年 公园院与民间共同研发 中文二号电脑 来应用在交通部的电信训练所 来执行中文显示 以及资料编辑的工作 到了1981年 公园院接受了中油公司的委托 它研制完成了 我国第一部电脑控制的加油机 而这两项破天荒的研发制造 开启了台湾电脑王国的时代 1983年 正是全球为电脑产业 转向个人 也就是PC电脑 它这个关键的转折点 那么从此也奠定了 个人电脑产业的蓬勃发展 而这一页 台湾辉煌的科技史 施中仁先生绝对名列其中 1976年 他和太太拿出资本额100万 创立了宏基电脑 但是在这之前的施政荣 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创业当老板 他以交大电子工程系绑守的姿态 毕业之后 他实在舍不得母亲 独自一个人留在台湾 他放弃了到美国留学的机会 他想着往后拿到博士学位 就可以到学校去教书 那人生的目标 就是有一天能够当上交通大学的校长 然而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 大学时期的施政荣 转角于道爱 认识了妻子叶子华 从此 他的人生和台湾电子产业密不可分 1980年代 台湾第一座科学园区烙角新竹 这一座台湾戏骨创造无数世界奇迹 也改变了台湾命运 宏基电脑创办人士正荣 就在这里开启一夜传奇 新竹科学研究是在1980年的时候设置的 那一开始的时候是以电脑周边产业为主 像宏基电脑就是我们第一家户区的电脑周边的产业 因为在竹科的环境里面它发展非常好 戴着黑框眼镜 石正荣站在大楼面前 两旁是满满的花圈花篮 1981年宏基电脑进驻竹科 一百平大的厂房 充足办公室加生产线 我从来没有要创业 也从来没有要赚钱 没有很强的企图性 但是到最后不得不有企图性 那一年他获得青年创业楷模 全国优良商人 全国优秀青年工程师 三个胜符合社会的肯定 但其实创业原本并不在 石正荣的人生规划上 当时他是荣泰公司合伙人 因为公司资金周转出的状况 他一展离职 那里面研究花展的人很多 那马上就失业了 本来那个公司叫年轻人的天地 积极了很多优秀的年轻人 那我不得不把他们召集起来 石正荣的太太燕子华挂名董事长 还身兼会计总务 这一位董事长 每天第一个到公司刷地板 只为了让外国客户留下好印象 忙完回家 还有三个不到五岁的孩子 都得靠他把尸把尿 那我比较想问夫人就是 如果人生重来一次的话 你还要选 我还是会做这个选择 千金小姐陪着穷小子打拼 石正荣也没让他失望 1981年 宏基搭上了微电脑时代 石正荣领着伙伴天天睡在公司 开发出公司第一部个人品牌电脑 小教授 今天在可以说世界最寿命最长的电脑 现在在英国我们也授权它在生产 主要是给读电机电池的学生 学习如何能够运作电脑的这样一个学习机 后来有小教授二号 算是全世界最普及的一个 最便宜的家用电脑 大小原模是一本字典 上头还有键盘 但售价却是外国品牌的三分之一 一开卖轰动全球 那1984年 石正荣遭遇了创业以来最大危机 他的厂房遭想偷了 在那个年代 IBM相容电脑全球热卖 零件也跟着水涨船高 国内数十家业者相继被偷 鸿基也被带途锁定 新竹工厂的IC和车辆一也消失 价值估计高达四千万元 1984年 我们调了四千万的IC 在科学研究里面 那当然我妈妈是辞宿了 一辈子就是有信仰嘛 所以对这件事情 她只能请求神明帮忙嘛 那到普利帝母要 鹿港的城隍庙 我到鹿港五点多钟去请 鹿港城隍庙范将军 被信徒奉为办案高手 石正荣连夜赶回老家参办 还把神像请到公司作证 而说也奇怪 神像一早到公司 下午公司电话响了 一名女性打电话来举报 她曾经看见被偷的物品 躲过了这一场危机 但老天爷却再度降下考验 那真正最大的挑战是在91年的时候 这一场危机来源是1988年 美国电脑公司改变了销售策略 把原本交给经销商贩售 改成送到量饭店 少了中间一层的利润剥削 电脑价格也自然下降了 这一场冲击的全球电脑厂商 许多因此灌门大吉 宏基也在这场风暴上大亏损 1991年亏损6亿元 宏基因此被迫展开第一次大规模裁员 第一次亏损 然后银行 外商银行 开始抽银根 为了以示负责 1992年市政隆提出了辞呈 但董事会将它未留了 而就在宏基面临风暴的同一时期 公司研发长施崇唐出资60% 加上佟子贤等四名工程师 自立门户创立了华硕 谁也没想到 因此出现台湾双A企迹 华硕的创业者 都是原来研发不文的人 我对于整个产业和谐 一起为这个产业一起打拼的信 就是我欢迎大家一起来 因为银是过大的 比方实际上是过大 实际上如果台湾没有双A 在国际上能够打出一块地位来讲 实际上只有Acer也是很孤单 所以多一点在国际上 竞争就会进步 然而这对宏基来说 却是一系列打击 是任容因此大刀阔斧 他将宏基改名Acer作为标志名称 接着他展开速食式的产销模式 在全球建立34个组装据点 各地生产零件相互支援 这样不但降低了运费 让价格有更多降价空间 让库存变少了 这系列改革让宏基一个月 赚近100亿 很多科技是改变人类未来的生活 那你要掌握这个科技呢 你就要去学习 就要教育 所以教育永远是第一个 就像我们在创业的时候 是微处理机要带动二次工业革命 所以用小教授 但现在这一次物联王的 吟教授是说 吟是未来的生活 不是工业革命 而是整个社会 数位社会的生活 与时俱进也一本初衷 年近80的石正种 人如创业石引领世界前进 在他的大领下 宏基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 个人电脑红色 直到2014年 施正龙才放下重担宣布退休 我有时候要周修20 一个礼拜两天不看戏 所以我迟到早退的原因 就是要走路 早上走一趟 晚上走一趟 过去大概都有 今天不行才2000多步 没有俊炼奎华 施正龙退休后 最大的活动就是每天走一万步 他从接下国一会董事长 近年又积极推动AI 他就会以台湾IT教父 能用自己的方式 一步一步带领着台湾 走向未来 彭山九变迁 古岸横拨茧 不绝路西朝年来一日浅 这段诗文是出自于 陆港诗人洪气生的手笔 他描摹了路西的景物变迁 他说河道变迁了 船走不动 那港口也因此气质荒废 其实他同时也暗议着 日本占领台湾 实在太久了 又没有太多的建树 而洪气生更一步还夸大地讲说 这个陆西的潮水 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浅 想想看 连这个受星球引力的潮水都改变了 这个说法实际上是非常让人惊讶的 那在诗人写景欲情之外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台湾的地理特色 枯桃坠位的西海岸 它枯水期溶水期实在是非常的明显 那县民们很早就意识到 这个长期气候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从1709年开始 在彰化县二水乡的皮桃熬的附近呢 居民开始以浊水溪流来灌溉平原的第一寸 也就是台湾最古老的皮寸 后来呢就扩建延伸 成为我们今天的八宝寸系统 而建造八宝寸的人呢 是施郎的亲戚 他的名字叫做施士榜 那八宝寸开通之后呢 施家广收水株 那家族逐渐富甲一方 那根据史料的记载 八宝寸灌溉了1万1千余甲的田地 而施家大概就5千多甲的田地 那八宝寸呢 所种植出来的水稻 它吸起了浊水溪里 大量的矿物质 金银肥美 然后Q弹饱满 它是上等的稻米 而透过鹿港的通商 它大量的外销到中国 那彰化了鹿港 也成为台湾的第二大繁华港都 一直到今天 八宝寸呢 仍滋养的彰化平原 每一年的11月 地方政府好会办 来跑水节 来纪念这个伟大的历史工程 银江起跑 群手奋力向前 跑进田野街 也跑进三百年历史的八宝寸中 选手跑名次 小朋友玩着水 八宝寸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条大型水寸工程 也是至今留存最古老的皮寸之一 而这条水寸更让彰化 在台湾历史上留下一虎二鹿三盟甲攻击 直到1930年代哦 这个有八宝寸灌溉的地方 是全台湾人口密度最高的 这个八宝寸是以佐水溪的水进来的 那佐水溪里面呢 重要的一个资产是什么 棉叶岩 它这个土质呢 其实是对植物来讲非常值得 它们就说很贵的 它对土地啊 那个种植来讲 是营养分是很够的 Pedro的水 经由八宝寸流进田里 让彰化从清代到今天 数百年都是台湾稻米重镇 而开凿这座水寸的是他 石士堡 他是福建的晋江人 那当时 他其实是跟着他爸爸 叫做施饼起 或是说施饼门 他们原先是先在凤山县发展 所以他们的起家呢 是做堂业 是堂业致富 石士堡是福建水师提督 施郎的同族亲戚 石士堡和父亲 本来在凤山种堂致富 很有商业眼光的父子俩 不满足于此 积极想找新财源 也就在此时 他们闻到了一股巨大的商机 我们要讲到石士堡 为什么会来到章话 我们先看一下台湾纳路清朝版图 康熙23年 西元1684年 那修身养型20年之后 我们想福建这个地方 事实上它的地形是 八分三一分水一分田 整个整个省 80%是山脉 10%是水系 10%是田 那这个地方人口越来越多 谁食物不够了 那怎么办 就开始往台湾这个地方来发展 但是因为每个人都擦干这 那造成说我们稻米生产太少了 所以说这个在康熙40年之后 对稻米的需求特别的严重 大量移民潮让台湾一时间米价飙涨 石士堡父子看到了机会 想找土地种稻米 他们因此找上了拥有大片平原的彰化 举家迁到鹿港来住 而这一块土地什么都好 唯独缺了灌溉水源 那些田这么平坦 土地这么肥沃 但是没有水源 那等于是没有用 那个古代就说这些田叫做看天田 就是老天有下雨我们就有收成 然后如果老天不下雨 那今年什么都没了 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带领了这个私家的这些子弟兵们 然后就开发了彰化第一条水均 石士堡看上台湾最长的河流 浊水溪丰沛的水源 那想引进彰化平原来灌溉 这可是大工程 首先他得先有帮手 我们现在在的这间庙叫 鹿港的这个前江真鲁殿 那事实上在原乡 有一间一模一样的也叫真鲁殿 所以这间庙宇 它就是施家的宗族庙 所以施士堡在开造这个八宝寺的时候 他就需要去回家乡 把这些同宗族的人一起 把他带过来台湾 有另外开墾一片天地 因为水均嘛 你看这个水均灌溉整个张人平原 事实上需要很多的人力来参与的 鹿港珍如殿 主寺玄天上帝 是施家的宗族庙 当年施士堡要人力 最方便的当然是回原乡 把亲戚都找来帮忙 也因此在彰化 诗信成了最大的信誓 更在鹿港留下一句俗言 鹿港湿一拨 对 鹿港湿一拨 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吉利 但是它是谐音 就是信师 师公传奇那个师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河德堂 它就是早期整条老街 都是他们世家的 这个摇陵街有20间 那他们是拥有船只 做两岸的贸易 鹿港湿一拨意思是 鹿港有一半的人都姓师 师姓在鹿港落令生根 成了大家族 政商关系良好 而黄姓 许姓排名二三 所以鹿港的艳吕叫 师姓有贼赤家族 带到师姓有贼 境如庭工作 你取到信师信皇信许的这个大家族 要不要好好对待人家 你要境如庭工作 这句话是说 这个三大姓 家大业大 那如果这个女儿受到 富家的欺负 那回来哭诉 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有了人手了 师师榜家族独立出了资金 万事都俱备却仍欠了关键的一步 就是技术 那台湾过去有没有 这么大型水准兴建的经验呢 是没有的 所以它尽管动用它有的资金 那个技术它有人力 可是这个技术呢 我们在推想可能是不足的 那因此它水准完成的时候 那居然水流不通 就是把饮水一放 结果水并没有流到它 预先设置的那个流入去 那怎么办呢 那你整个这样的工程就报废了 严建功亏一亏该怎么办呢 传说这时来了一位神秘的老先生 不知他姓什么 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但他一开口就解决了 十十榜的窘境 这个老先生就指导他 做一个喇嘛狗 喇嘛狗是什么东西 它是用竹子呢 做成一个模型 像一个刀笋状 那你要呢 怎么将南边的水引导到我们北边 你就像在堆沙包一样 一个一个喇嘛狗 再另外一个喇嘛狗 再另外一个喇嘛狗 这样喇嘛狗 这样堆积下来 就可以将水呢 由这边 本来水是流在这里嘛 流出去的 结果有这个呢 它就会倒水进来 导入我们的北岸过来 用彰化山区的竹子 编成霸龙 里面塞满石头 旱祭石可以倒水入尊 与祭石又能防止浊水溪泛滥 据说这工法就是神秘的老先生传授 然而要安放这些霸龙 却是显向还生 今天我施工过程当中 我如果穿衣服下去 会被勾住 那 那 走水溪的水是什么事 黑色的 当你被这个狗勾住的时候 没有人能可以救你 所以说这施工过程 一定不能穿衣服 多要楼梯哦 不仅留工法 老先生还把取水源头 从彰化二水移到上游 南投民间乡 它本来是从二水 鼻仔头那边取水 可是它的高度不够 就是说它要灌溉的面积这么的大 一万两千 将近一万两千甲 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林先生建议 他要把那个水头追逃 要继续往上到 今天民间乡的 这个浊水村这个地方 那因为那边高度更高了 所以它水冲下来的速度 可以把水 推到更木梢 所以才后来才完成 那也有一个说法说 它还在夜间 在地上 就只沿着那个水准点灯 然后来看 用那个灯光 它会比白天更清楚 地势的高低 然而这位神秘的老先生是谁呢 实料上查不到 但后人为了感念他的神迹 就盖了一座庙 供奉香火 那民间这边有很多传说 譬如说这个 到底这林先生的身份是什么 大家都有非常多的疑问 然后其中传说的 比较有神格化的一个传说 就是说 当这个老先生指导 十四榜成功之后 结果我们十四榜先生 拿着钱 要感谢他的时候 找不到他人 结果在两棵树的中间 找到他 看到他平常穿的鞋子 那我们就想 两棵树 两棵树的话 是不是双木成林吗 那我们就推算 他可能是林先生 林先生何许人也 已不可考 但水寸一开通后 不但灌溉彰化平原 更替施家 带来源源不绝的财富 那你要用水的话 一定要用我这个 习醋准的水 那我就会怎么样 收水桌 那十四榜先生 收水桌方式的话 赚取他的财富 当初那估算的话 差不多一甲地 一甲地 他就要收稻穀 八蛋八 八九八 八九 八稻穻的水桌 那既然是 这个开水桌 他收的是水桌 我们说水象征财 那我们看看他这个 这个将近灌溉 一万两千甲的这个土地 他收了足足有 差不多五万四千蛋 那清代呢 台湾的地主 如果说有收到一百蛋 就已经是个小地主了 他足足收了五万四千蛋 所以也看到这个水株 带给世家的利益 是非常巨大的 然后收到的水桌 他们在转了 从事米股的贸易 水株让世家赚得盆满 钵满 出口的米粮 也让陆港成为清代台湾 第二大都市 而世世榜就像房东一样 得负起水株的维修责任 一个这么大型的水株 第一个你要有 我们今天讲专业的经理人 他要有专业的管理人 叫做株长 然后他每一个是系呢 要有个皮 皮株的皮 还要一个皮甲 保甲的甲 还要人去寻 寻了呢 有破有坏 还要有工匠去修 所以他是一个很绵密 就像公司工厂这样子 需要很严谨的管理 这条株因此在当时 被称作失措株 而后因为流经彰化 八个行政区域 才改名叫八宝株 然而好景不长 1895年 日本统治台湾之后 这条水株的收租权 就被官方收走了 那经过两代三代 慢慢施加没落了 那当然也无力去管理 水尊权被日本人拿走后 他们把权力交给 当地另一个富商 也是日治时期 台湾五大家族之一 鹿港孤家 寺庙里面有 诗人的这个长生路尾 香土港的这个 这个天后宫 它在右边的这个 湖边的这个厢房里面呢 就有这个公垂八宝 四四宝 他们的这个 诗家的长生路尾 船船流水融上百年前 一样灌溉着彰化平原 用肥瘦的稻米喂养台湾人 也留下台湾鲜明 开垦的历史 鹿港的古城区 流金岁月的繁华 会以建筑的形式 低声地向旅客来诉说 而对我来讲呢 走进这座历史悠久的小镇 浏览夏弄里的古宅 仿佛就可以看见 过往的美好荣景 不过要怎么样欣赏 才能看出门道呢 没有错就是门道 首先呢 从大宅门前的一对石骨 他们称之为豹古石 那有的呢 会坐落在门储上面 它因为呢 雅门的古身是红阔威严的 像是雷笛一般 所以人们相信呢 这古身是可以辟邪的 那么广泛的呢 就用石头 就会做成的古形 也就是石骨 来代替门当 那文官的家宅用的是方形 就许像雁台一样 那五官的这个宅底呢 就用圆形的 那因为放在这个门楣上 或者是两侧的这个砖雕 或者是木雕呢 必须要许双树 所以称之为户对 而户对的多寡呢 跟宅院主人的官职位阶有关 三坪以下的官患 它门上呢有两个户对 而三坪呢有四个 二坪呢有六个 那一坪呢有八个 像王府喔 但是呢 只有皇宫里面才有九个 因为呢有九鼎之尊的意思 而成语的门当户对 其实就从这边来的 它指的是两户的人家 它在阶级地位 门封上都旗鼓相当 而走在这个鹿港的街头呢 你注意看喔 这些老房子里面喔 它所呈现的门当跟户对 实际上大部分都是 商骨或文人的居住地 那不仅涵养了丰富的文化水平 它更显现了鹿港的风气 而鹿港的这个清代的时候呢 八大礁上 它们都祸通四海 汇通天下 生意往来国际非常的富足 因此呢繁华的有 鹿港呢有三大奇景 它们称之为三不见 不见天 不见地 不见女人 这三个看不见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丁家他们的祖先竟然是阿拉伯 那一个清朝的近视 然后看起来是汉民族 但是它的祖先竟然是来自于 这个阿拉伯 老街巷弄一窦洞豪宅 精雕细琢 显现当年一辅二路三猛甲中 鹿港的绝代风华 而这般富庶可得回宫实事吧 1719年八宝尊完工后 让彰化成为两岸米粮产地 乾隆49年1784年的时候 清朝就在台湾的中部 开了第二个官方设立的港口 就是鹿港 当时把这些稻谷就借由鹿港的 这个港口运到泉州 帆船来来往往 再进食材瓦片 也把彰化粥水米出口到中国泉州去 鹿港作为通商港口 有八大交商 创造鹿港无数富豪 也在鹿港留下三不见传奇 鹿港传说有三个不见 叫做鹿港不见天不见地不见女人 丁家宅邸居近百年 三进月落占地310多坪 就坐落在鹿港当年繁华街道 五福大街上 而五福大街有另一个名称 不见天见 那当鹿港开港之后 这个空间太小了 所以地方人是有计划有规模 去造了一条街 这条街就是我们说的不见天结 两层楼高的柱子 树立在街道两旁 抬头一望却看不见天空蓝 这一条街就是鹿港传奇不见天结 又有一公里长 因为临近港边腹地 金华地都已经发展拥挤 当地士绅于是集资 填土造一条大街 而大街一楼店面就充满各式商品 鹿港有计划有规模地造了一条不见天街 这条街道就是今天的中山路 那么以前它的街道只有五公尺 五公尺这么宽 所以它希望说 在这个街道里面往返的商人 它可以避免风吹日晒雨淋 所以它就依照原乡已经有的这样子的形式 也盖了见天街 那么在这个不见天街 它还是需要有光线进来 所以它在某一个地方都会有镂空的空间 还是需要有彩光的功用 避日挡风的不见天街 到了日治时期却被拆除了 在昭和八年的时候日本人在鹿港实施市区改正都市计划 所以它因应现在的条件比如说车辆进不来 因为街道太小了 再来就是早年没有下水道 所以环境卫生条件不佳 所以昭和八年就民国二十二年日本人在鹿港实施市区改正都市计划 所以不见天街当时就拆掉了 他们就是画了两条线 然后就这个玉山开道 然后玉水架桥 反正就是直接就把它冲过去了 不管你上面有什么古迹还是什么宝贝 反正这条线挖下去全部都是直的 他们就发展了一种东西叫做排楼措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啊 后面全部都是砖造的 尤其这被拆掉的地方 后面都是砖造的那个清代的房子 那前面有一个刚进入泥土的这个面 重建的五福大街两旁一样商行林立 知名高丙店日治时期就在大街转角立起楼措 直到今天这条街改名中山路 不见天街不见了 那么不见地又在哪了 这要说起陆港繁华的船只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条街道叫姚陵街 那姚陵街是200年前的老街 还保持了200年前的街货 那我们看到这一排房子的后方 房子的后方是河道 所以以前船只可以开进来 靠岸卸货 房子的前面就是街道 不见地指的是 当年从泉州来到台湾的船只 它需要压舱 那压舱为什么它需要压舱 是因为当时从泉州过来的物品 大部分都是中药材 布皮比较轻 所以它需要有压舱石或是红砖 那来到了陆港就把这些红砖石材 铺满了整个街道 所以美其民看不到米土地 但有一说是说陆港的妈祖 这个非常的灵验 所以每次的这个金箱团 就是放满鞭炮 那时候鞭炮灰就盖满了土地 所以竟然可以热闹到不用看到土地这样 丁家是陆港全角 开杂货店也开船头行 第三代更高中近视 大户人家 当然女儿也不能随便抛头露面 陆港三不见 不见女人便因此而来 所谓的不见女人 就是他们会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但是他们又很好奇 想要看外面 所以他们就会透过像这样的阳台 或是那个素食窗的门缝 或是这个楼井 来偷偷地看一下外面的人 我讲的不见女人 事实上它指的就是有钱人家的女孩子 因为大话贵秀 他不会出来抛头露面 所以指的不见女人是指这个部分 当然还是有很多妇人 或是说这个悲女 他们还是在路上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而这繁华终究落尽 陆港因为港口预设 还是退下了他商业重镇角色 那道光三十年以后就开始有一些记载 就是说这个港口已经预期了 已经预期了 然后开始有什么冲西港 往工作为陆港的外港 那陆港的河道预设 其实在道光年间就看得出来 道光年间我们龙山市修复的时候 在碑文上面写接驳了七十八次 为什么要接驳七十八次 因为大船已经进不来了 表示这个河道已经慢慢预设 所以需要小船去接驳 三百年后 陆港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凡胜 就像歌词里描绘的淳朴小镇 和抹灭不去的传奇历史 我是谢耀卿 欢迎你回到导读台湾 回顾文献你会发现 称之为宝岛的台湾 其实过去的人们生活相当的艰苦 还好这一片土地它的生态非常丰富多元 也成为鲜明取用的资源 而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 他叫Richard Carson 他写过了几本海洋著作 像《海风下》或者是《寂静的春天》 他告诉世人 潮间代是这个地球上 生物最忙碌的自然环境 只是一般大众不了解 总以为潮间代就是一片烂泥 而这样的想法在绊甲子之前是这样子 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人抱持这样的想法 陆港周围的海岸 就在这种盲目的认知之下 逐一如为火力发电厂 滨海工业区 垃圾的倾道区 以及现今石化工厂的预定地等等 而从大渡溪到浊水溪口 其实我认识的每一块湿地 几乎无一幸免 而苏珊黑岗的楼姑虾 分布在云林到苗栗之间的沿海岸 其中又以彰化王宫到深港之间的数量是最多的 而政府将这三处的潮间代 它把它设定为虾喉的保育区 没有想到这十年来 保育区的虾喉数量不增反减 其实想想再过几年 如此传统的美食可能会成为历史 蚵仔煎炸蚵爹 咸甜大饼高板 入港美食白白种 就看你爱吃哪一种 而最有特色的莫过这种 一只只虾喉倒入粉中 均匀裹上之后 下锅油炸 油锅里炸得滋滋作响 起锅呈现金黄色 不用去壳整只都可以吃 香香酥酥 这一味咸酥虾喉 就是陆港的特色美食 以前生活比较困苦 它就蛋白质的来源 就吃虾喉 陆港靠海边 所以有虾喉 就逃海了就会捕捉虾喉 两种吗 还是要三种 两种就好 你的陆港老街 到处都看得到虾喉坛败 这虾喉本名是美食 熬楼菇虾 是一种生活在朝间代的 泥潭地生物 在越南 香港 和台湾西海岸都有 泥子朝间代里面的虾 这个是算属于 有在保育的一种虾类 这就是 对嘛 一爬 踩进泥土里 用力前后摇晃 把泥沙拌开 这不太齐 不太齐 也名手快在泥沙中 才能找到这一只只虾喉 也以为看似动作简单 实际体验 那全是功夫啊 一二四 啊 有啊 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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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没两只手不可以 没错了啦 太厚 太厚 节目艺人体验 挖虾喉可不能靠蛮力 还得靠巧劲 因为虾喉大约藏在 二到二点五尺深的地方 抓虾喉前 除了要观察潮汐 还要会观察 虾喉生长的区域 这小小一只虾喉 就是过去 生活不富裕的年代 鲜明靠海吃海的美味 其中 每年秋冬产卵的 母虾喉是陶克最爱 严征手法 价格也比较贵 一般就做盐 用酥炸的 母的就做盐蒸的 母的就有吃蛋 弓的就吃酥酥脆脆 就蛋白质 一只会给它配沙瓦 为什么要配那么清楚 因为就是代表它 是很咸的意思 这个喉也都看不到 然而虾喉前线年间 一度因为 沿海水质污染和过度捕捞 造成产量大减 近年来经过保育 才重回餐桌上 还有主厨将沙喉做成西式菜肴 新鲜白虾放入锅里 在高温热油中煎得自自作下 虾子渐渐变红 鲜美滋味散发出来 酒精脆化冒起大火 香气呼吸而来 另一头煮除另起炉灶 加入番茄 蛤蜊 还有重头戏 旨在地产的特色 虾猴酱 不断翻动锅子 让面条和食材都能均匀裹上虾猴酱 最后加入花芝九层塔增加香气 这海鲜意大利面 面条吸附浓浓虾猴酱 微辣鲜咸 满满鹿港风味 西鸡味蕾 而想出这中西何必口味的 是他主厨Ryan 就是以CP值为主的这种族群 他们就说你这个东西 一碗面线虎才三四十块 你这个卖我那么贵 可是我想问他 鹿港的7本也没有卖得比台中的7本便宜啊 为什么我的通膝品质那么好 为什么我要卖得比别人还要便宜这样 不靠价格取胜 而是要把传统美味再升级 主厨Ryan是鹿港土生土长 原本念的是普通高中 却在考大学那一年 意外闯入厨艺世界 用传统家乡味带入潮流味 无论咸酥 盐蒸还是熬酱入菜 一只只小小虾喉成为鹿港必吃的独特美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您回到导读台湾 从导读台湾里面 我们爬梳了台湾跟全球历史的关系 其实更重要的是 从历史的逻辑的理解 我们去跳脱历史的逻辑 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看到不一样的未来 读万俊书 喜万里路 甚至回来予以分享故事 我是谢了清 感谢你的收看导读台湾 我们下周再见